这支粉红色的权杖是最重要的遗物 因为它是历届法国皇后加冕礼所使用的东西 这支权杖象征皇后贞洁的期盼 但玛丽德·麦蒂奇在1610年加冕之后 它就永远消失了 有人说玛丽德·麦蒂奇祥借此成为最后一任皇后 所以它故意让权杖消失无踪 货物税之强沿着巴黎和一些外部城镇 如法兰西亚德的外围设立 目的是让每项进入城市的商品 在通过所有过境点时予以征税 而不为人知的目的则是想透过提高进口货物的价格 来对抗博来品的市场竞争 这有不为人知吗 这种手段不是常见吗 就像台湾的 的什么啊 忘记了 我记得也有一些东西是这样 想要避税就发展成避开货物税之强 后来出现了撑干跳 然后演变成钢管舞 我这么写就代表一定是真的啦 屁 卖写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会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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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